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如果我告诉你中国港口吞吐量全球领先, 但综合实力却输给新加坡,你会觉得意外吗? 毕竟上海宁波州山这些巨无霸击港口, 每年的标准箱吞吐量都以千万计规模远超新加坡, 但在全球最新的集装箱港口综合榜单中, 新加坡稳稳排在世界第一,为什么? 为什么?因为现代港口竞争早已不是简单的谁搬得多, 而是谁更稳定,谁更智能,谁更能成为全球。 航运体系无法替代的节点,新加坡不仅在动荡的全球, 航运环境中保持极高的效率,更在自动化转运能力绿色。 航运和海市服务生态上全面领先。 最关键的是大市港口正在重塑未来港口的标准, 那么,新加坡到底凭什么做到全球第一? 又凭什么成为未来港口的标准? 接下来,我们一起揭晓了。 要理解新加坡的领先就必须先看到它在全球航运, 混乱中展现出的超强稳健性, 新加坡具备极高的吸震能力, 无论是传奇波动航线改道还是物流链延误。 新加坡都能以高度自动化的调度, 系统和集中式管理快速消化压力。 而更关键的是, 新加坡的转运枢纽地位完全不可替代, 全球五分之一的转运货物都需要经过新加坡, 只要全球贸易仍在流动, 就没有任何船公司能绕过它。 此外, 新加坡提前十年布局智慧港口, 在危机发生前就完成基础设施升级, 这使它不是被动应对, 而是主动把挑战变成额外流量。 正因为如此, 新加坡不靠货源腹地, 却能在全球动荡中实现逆势突破。 综合排名领先的关键在于新加坡在负能力量, 连接性生产力可持续性和, 整体影响力五大维度全部拔尖, 而这正是现代港口竞争的本质, 新加坡的负能力量体现为 大市港口的全自动化系统, 从无人运输车到自动化调机, 从AI调度到预测性维护, 让港口真正进入智能时代。 连接性上, 新加坡是全球航线最密集的节点, 几乎所有船公司都必须把新加坡 作为战略停靠点, 使其成为全球航运的中央路由器, 生产力上新加坡已极高的博位, 周转效率和低等待时间闻名, 稳定性远高于依赖人力的大型港口, 可持续性更是新加坡的领先武器, 它率先布局L&D甲醇和未来安燃料的补给能力, 成为绿色航运的制定者而不是跟随者。 而整体影响力层面, 新加坡不仅是港口, 更是传东金融、 仲裁保险和航运科技的中心, 是全球海事生态的总部级节点。 这样的综合实力才是它排名第一的真正原因。 大市港口之所以被视为新加坡的王牌, 是因为它不仅是一座新港区, 而是一整套重构未来物流体系的智能化平台。 它把过去散落在不同系统的港口设备, 调度数据和作业流程全部, 整合到一个中央控制系统之下, 让港口运作从人工驱动变成算法驱动, 从自动化桥调无人运输车, 到全流程实施数据监控, 再到AI预测设备故障并提前调整路径。 大市的每一项技术都在减少人为瓶颈, 降低异常风险并提升长期处理能力。 更重要的是大市并不只是为了现在的吞吐量, 而是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全球航运结构变化而设计。 随着亚洲贸易增长, 船舶大型化以及绿色燃料转型加速, 大市的深水博位、 智能作业系统和绿色补给能力, 成为新加坡未来护城河的基础。 中国港口拥有强大的制造业腹地, 因此吞吐量巨大。 新加坡的强势在于全球航运网络, 全球货物流动必经节点。 此外,新加坡在海市金融、 法律技术绿色航运标准, 等方面都拥有全球领导权。 更关键的是新加坡在自动化, 减排和未来燃料上都已提前布局。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, 中国港口的规模是无可比拟的。 但新加坡给出了一种新思维, 在一个全球化的今天, 未来港口究竟会是怎样? 那么你怎么看? 是吞吐量更重要, 还是技术网络更关键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 订阅我们的频道, 打开小铃铛, 感谢观看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